复理箱是在花莲县最南端 箱内有13个村 由于箱内大众运输不普及 学生和长辈必须借由私人交通工具 才可以到市区来就学就医 以及采买生活用品 当地的社区协会成立了幸福82.0 提供给有需求的民众预约搭乘 在11月正式通车之后 前3个月是免费的 期盼可以促进偏乡居民便利性 罗山社区发展协会去年投入步步共成计划 由于交通部同年修正运输业管理规则 放宽偏乡地区社会团体或个人 经营公共运输服务 因此今年在公路总局 华临县政府东部区运输发展研究中心 等多个单位联合辅导下 成立市区汽车客运业幸福82.0 11月份正式通车 幸福82.0做一个范本 我们继续往前推 那么根据我手上资料 去年12月14我们罗山开始启动步步共成 到今年的10月20 197天的营银日 5416人士的达成 县政府表示幸福82.0 目前提供预约的行经路线分别是 丰南永丰县 雪田丰南县 罗山石牌县 古风明里县 以及布里玉里县等 营业初级提供三个月免费搭乘 未来基于使用者付费原则 将比照花莲市区公车收取乘车费用 记者高松双 布里县采访报道